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竹市长高鸿安被以贪污罪起诉 柯文哲发声支持捍卫清白 台湾2023年半导体业预估产值再下调 衰退幅度恐超预期 台湾上半年入境旅客人次不及预期 观光力差扩大 台军一枚爱国者导弹升空后不明原因自曝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近日有台媒关注到 南沙太平岛外围沙滩面积明显变大 未来可停靠更大型舰船 若跑道延伸后可供大型战机起降 有观点认为 这是美台勾连角局南海的右翼实证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国际卫星影像公司近日公布太平岛最新卫星影像 显示南沙太平岛港侧俊身及码头整修工作接近完工 全岛外围沙滩面积明显变大 照片还显示 本次整修工程新设的百吨亭码头与防涌闸门已装备完毕 在码头内形成能抗涌浪的内港 有分析认为 民进党当局的太平岛扩建计划 背后必定有美国因素 有报道称 台军方征得美方同意 延长南沙太平岛基地跑道 以使现有战机均能在太平岛起降 一直以来 美国都在利用南海问题制造摩擦 制造冲突 企图通过打南海牌和台海牌实现两海联动 借此不断声势 民进党当局对此十分配合美国 声称太平岛未来可以用作 人道救援 科研运捕的用途 这被认为是想在太平岛推动灰色地带的美台海巡合作 此前 岛内绿营智库甚至提出 是否有可能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国的荒唐议题 引发岛内社会渲染大波 众所周知 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任何企图勾结外部势力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行径 都必将遭到两岸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来关注岛内新闻 8月14号是全球未安妇纪念日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到台南出席活动 质疑蔡英文为促使日本道歉赔偿 身为女性领导人不为女性发声 等于是日本战争犯罪的帮凶令人愤怒 请看详细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14号追议缅怀 59位台籍卫安妇 强调教育部门应纳入卫安妇及军事性奴隶事件于新课纲中 并建立妇女人权馆让汉事不再重演 台副员会执行长杜英秋表示 卫安妇到去世前都等不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 副员会将持续倡议日本政府勇于承认道歉与赔偿 台湾也应正视自己的历史 将未安妇事件定位为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害 记载在历史书籍中 马英九则参加在台南未安妇同向前举办的追思会 重述日本二战时期成立军事性奴隶暴行 强调侵略错误可以原谅 历史真相不能遗忘 痛斥日本至今不愿对当年恶行认错道歉 马英九表示 新课纲中不提未安妇刻意删除及淡化抗日历史 初中课本上写道 台籍妇女被充当未安妇成为战火下的牺牲品 意思好像是说一部分被迫一部分致怨 被质疑是帮凶 若如此台湾还有希望吗 他指出 明明有法源依据 蔡英文却置之不理 不愿向日本政府申请赔偿及道歉 再度呈现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格 对未安妇无情无义 不仅令人遗憾且让人愤怒 民众党籍新主事长高鸿安 被控在担任明代期间 涉嫌诈领助领费46万元新台币 台北地检署14号公布调查结果 正式起诉高贪污 并认为高公司不分贪图小利 且放后态度不佳 鉴请法院妥语量刑 宣告耻夺公权 新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本案爆发于去年岛内九合一选举前 高鸿安以民众党不分屈民代身份 参选新竹市长 中国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 10月底替报他涉及诈领助理费 检调在11月陆续约谈 9个月后贞结起诉 侦查期间高鸿安以当选市长 是民众党唯一的县市首长 依据党内相关规定 高鸿安一审若被判有期徒刑以上 将立即停止职务 由副市长代理 如果三审判刑定验 遭宣告耻夺公权 依规定高以后不能参选及从政 台媒称 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之际 高位起诉 后续政治效应有待观察 高鸿安昨日举行记者会 炮轰承办检察官是先射箭后画把 完全不采用有利于他的证据 草率的强行起诉 令人质疑是政治介入法律的恶性案例 他要严厉谴责 他指出 市政府在两周前完成新竹棒球场的调查报告 才将民进党籍前市长林志坚等 移送监察机构 现在就早起诉 不知这个时间点是为什么 民众党国民党议员及不少支持者 指标与到场声援 大喊政治迫害 柯文哲昨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 他表示 检方起诉书特别著名 态度不佳 耻夺公权 但早在去年选举期间 甄办就多次违反不公开原则 丑划高鸿安形象 他相信高绝对没有贪污的企图 支持其权力捍卫清白 日前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产科国际所再次下调 2023年台湾半导体业预估产值 预期总产值约为4.22万亿元新台币 较2022年衰退12.7% 较今年5月预测的12.1%衰退幅度扩大 先看详细报道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 引述工业院产科国际所数据指出 2023年第二季 台湾半导体业产值约1.01万亿元新台币 较2022年同期衰退18% 其中半导体设计业产值为2685亿元新台币 较2022年同期衰退22.2% 半导体制造业产值为6075亿元新台币 较去年同期衰退15.6% 内存与其他制造产值为428亿元新台币 较去年同期衰退37.3% 报道指出 工研院产科国际所再度下调预估产值 说明受通胀高利率终端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 台湾半导体产业衰退幅度 恐超乎预期 据台观光部门统计 今年上半年 台湾入境旅客268.89万人次 出境旅客达492.49万人次 两者差距近一倍 入境旅客不如预期 请看详细报道 为吸引境外旅客 台湾当局推出个人油消费金和团客奖励金等措施 但今年上半年 台湾入境旅客人次恢复缓满 观光业者表示 台湾吸引境外旅客的措施缺少竞争力 报道指出 疫情趋缓后 赴台旅客逐渐增多 台观光局制定了全年600万人次境外旅客目标 但截至8月3号 仅326万人次赴台 而距离年底不足5个月 外界质疑是否能够达标 有学者指出 今年4月后 台湾入境人数就停止增长 5、6月份甚至有衰退趋势 即便今年600万人次能达标 观光逆差恐会持续过大 为振兴观光产业 台湾行政管理机构 编列了3年53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 推动加速扩大吸引境外旅客 但观光业者表示 相较其他地区 台湾促销的规模和力道都不够强 缺少竞争力 另外 机票变贵 机位不足等因素 也影响境外旅客赴台意愿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据台媒报道 台中山科学研究院 位于屏东的九棚基地 月初刚刚发生鱼药销毁燃烧意外 造成四人轻重伤 不料今早又出意外 一枚爱国者导弹发射后 不明原因自爆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今日清晨6点半左右 台军九棚基地发射两枚爱国者导弹 但第一枚导弹射向高空发出一声巨响之后 在空中炸出火花 不明原因自爆 相隔一小时又发射一枚熊三导弹 根据台空军发布的消息 此次操演主要针对台湾岛东南部海域 从8月1号持续到25号 有空对空和空对海导弹 还有反舰和防空导弹的实弹射击 据报道 九棚基地是台军各式导弹和火箭武器系统的 综合性试验组装及研制基地 是岛内唯一的导弹 火箭等武器的发射试验场 是台湾秘密研制 具备战略攻击能力的战术性地对地导弹的唯一地点 台军曾宣称该基地是亚洲最大的导弹基地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